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YouTube上面看到了一个频道叫做安妮怎么了 他们把很多非常专业的急救知识拍成影片工人 线上学习 并且推广一般人都可以学习的CPR技巧和AED如何使用 在必要时每个人都可以勇于加入紧急救护的环节 所以我就决定亲身去参与他们所设计的一套 线上学习加上线下实体操作的课程 想要了解看看究竟实际操作CPR和AED 和我单纯认知有没有什么不同 首先是CPR压胸的部分 人在失去呼吸心跳的时候脑袋中的氧气 只会剩下最后的4到6分钟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继续将心脏中的血液往脑袋送 病患存活的几率将会大幅的降低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在第一时间进行CPR压胸的动作 协助病患脑部能够持续供养直到救护人员接手 这样他的存活率就会提高非常多 以往我只会在电影中看到这样子的动作 我也从来没有压过CPR训练用的安妮 所以我一直以为压胸这件事情非常简单 有压就好 但是当我亲身操作之后发现 电影里面因为演员他并不能够真的压下去 所以大多都是点到为止做做样子而已 实际上你必须用全身的力气去持续按压才能够达到效果 光是测验的时候连续按压两分钟就让我满头大汗了 不得不由衷佩服那些救护人员还要在摇摇晃晃的救护车上操作 再来就是AED傻瓜电极器 转电傻瓜 不是 是自动体外心脏去栓器简称AED 这东西又更好玩了 以前电影根本都乱言一通 好像只要病人心脏停了电一下就能活起来 结果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AED只会把乱跳的心脏电停 不会跳的心脏还是要靠CBR来压熊 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都不知道 而且随处可见的AED只要柜子打开就会铃声大响 搞得它设计的再怎么简单 必要时大家都还是会不敢去碰 这次通过操作AED模型才发现这东西其实真的很简单 只要按照它的语音和图示就能够操作 难怪叫做傻瓜电极器 最后再一次混合操作 甲丁遇到突发状况 一个人打119留在现场CBR 另一个人想尽办法去生一台AED出来 在救护人员到场接手之前 联手用剩余的黄金时间 合力抢救脆弱的生命 透过这次线上线下的课程 我很荣幸能够成为一位足以参与紧急应变 并且做出高品质CBR的民众 隐身在人群之中 那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做 我的消防员朋友跟我说 不要围观看热闹 去帮忙指挥交通 那就非常有帮助了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精彩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留言 并且同步追踪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分专页 你也可以点击资讯栏中的网址 去到安妮怎么了 去看看他们的急救相关影片 这个礼拜就先到这边 我是Brian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